大大的嘉陵 五光十色的水舞秀 台湾25号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是相隔108天再见嘉陵 嘉义故郭南院普天同庆外 历经本土嘉陵又爆发的澳洲驻台办事处 也贴出红酒嘉陵恭贺台湾 连外媒都跟进报道 台湾当局は今日 新型コロナの感染者が 海外からの渡航者を除いて 確認されなか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 新規の市中感染者数がゼロになったのは 5月9日以来108日ぶりです 包括NHK等日媒 纷纷以台湾境内感染 睽違108天嘉陵为标题报道 日本网友则称赞台湾 国民齐心协力 展现危机意识 并接受行动限制 是日本政府和国民做不到的 路透社在报道中提到 台湾防疫措施奏效 与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比 德国之声则引述 公卫学者分析 民众在这段时间 自发性戴口罩 遵守社交距离 而政府扩大筛减 匡列确诊者并进行隔离 加上台湾的公卫观念和警觉性 做的防疫措施 往往比政府规定的还要多 是成功斩断三个月以来 疫情高峰的关键 有一个零当然我想 大家都是高兴的了 不过这并没有办法代表说 已经清零 这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可以就是说 现在的本土的疫情相对的 相当的稳定 台湾5月经历疫情爆发 校正回归 本土病例曾高达一天535例 6月21号首次降到百例以下 8月25号相隔108天 再见嘉陵 尽管还不能代表病毒绝肌 但也让台湾疫情再次看到曙光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正如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failure 另一路 两路 压力计划 跟英語堂战 不吝点赞 若 Afli banks